寵物流浪技第二集 最近大家的寵物都搞丟了 抱歉啊 我的size比較大 犧牲一下你們的封面嘿 這時桌邊臨成功的收服了82834 抱歉 你的經驗值還是太少啦 哇靠 突然有龐然大悟啊 對啦 他們就是我的搖錢樹啦 哇大哥 這個大象不好推啊 阿哈姐 我想到了 阿基米的槓桿原理啦 我們只要用這個滑豆扔招 一定可以把大象抬起來的 喂 小鬼 幫忙一下吧 主要說三人情必能抬大象耶 你看大象抬起來了耶 更加的就交給你啦傻逼 你的祖鼠我就收下啦 啊 大象跑了吧 可愛啊 阿吉 大象不動 我們車子動就好了 看我們的尾瓶採車技術 玩玩不只會拆車我們還會裝車喔 這個是 呃 嗯 啊 我想 好像 這是我們家的波爾波生士 喔喔他快被綁架啦 我該選要什麼不慘推進去 Kawasaki擋車 藤圓豆腐店的86 阿哥後面好像有什麼東西欸 把我們家的波爾波生士還來 又靠你啦火箭龜只有火箭頭槌 那是他的這個腦袋比保齡球還硬 又決定是你啦不會說話的喵喵 只有瘋狂亂爪 可惡也是不管用啊 出來吧小拉打 找到我被這隻大象給攻擊啦 哈哈 喔 垃圾 被破線是 söyleye我終於找到你了 快 這台要怎麼廢起來怒 好,我們啊 Oh my god 這不是電影台我的場景啦 阿 死了 幸運的鬥蟲 波波波三世 你什麼時候變那麼厲害了 從此以後 藍藍路的家裡 小拉達 你出來幹嘛 沒差 反正我家也很有錢 走囉 我們再去說服其他寶可夢囉 喔耶 火箭龜終於飛起來了 прош了不起